民政党全国主席拿多斯利马秀强大年初五在和风出席一项新春活动时证实 该党妇女组主席陈莲花将在来届大选披甲上阵出征野朗区州议席 马秀强表示陈莲花过去四年尽心尽力为野朗区的子民服务 大家有目共睹 加上自己看到怀疑对国阵的支持度有所回流 因此有信心来临的这一战能够收复失敌 我可以看到华裔的反应对国阵增加比2013更好 所以在这里我有信心包括这个加农的州选区 因为他努力了四年 我有信心这次他有很大的希望在这个加农的选区 所以我们会推荐陈莲花做我们的候选人 上一届大选民政党候选人刘又欧 在野朗州议席三角战中 不敌行动党候选人罗斯义 受访的当地选民表示 年轻选票偏向于支持在野党 但不管是哪一位候选人胜出 民众只希望获胜的州议员能够秉持中庸 公平和透明的态度为民服务 我希望立开大选人们能够寻出一个中庸的政府 认为人们服务 真正角踏实地的去为民人解决问题的角度意识 在我看法那油脂青年的票呢 大多是倾向反对党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选举有很大的影响的力 所以说我说这次的大选都是五四对五四的罢了 水深在最后一分钟才可以绝小 NTV七匹立采访报道